今天前来调解的何先生 算得上是金牌调解的老朋友 调解开始前在休息室 观察员廖喜玉一眼就认出了他 你感觉这脸好熟 你原来 原来我来过一次 来过我们金牌 看到廖喜玉何先生也很激动 七年前他曾和前妻来到金牌调解解决婚姻问题 并与前妻和平分手 不过此番前来他遭遇到的是新的情感困境 调解的另一方是现任妻子 心生疲惫就陷入了一个骗局 我现在到这个时候已经一无所有了 没有骗的价值了 还要求我尽身出户 这要还我一个公道 还他一个公道 何先生说得情真意切 第一段失败了 所以第二段我很用心很用心地去经营 结果 结果 但是他本身他的出发点 他就是在骗 一个骗子 何先生反复说了两遍 不难看出他心中的郁闷 而随着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到场 问题风云突变 扑朔迷离 我觉得他也是骗子 反正对我就是不真心的 就是好像是在骗我的家常人也 就是这样 我就是为他付出很多很多的 真的 李女士直言 他才是那个真正被欺骗的人 他第一段婚姻失败了 他这个第二段 他是很用心 我是第三段婚姻 李女士口中 评出惊人之语 也让我们对夫妻俩的婚姻关系 打满了问号 究竟骗从何而来 死之犯里面 有八只是骗 我就觉得是骗 他又怎么骗了谁的钱 骗我的 我没骗他 他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骗我的 你就说他也骗了你 到底谁在骗谁 这个骗子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真相 金牌调解团队 又能否拨开迷雾 找寻到真相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 谁才是婚姻的骗子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何先生和李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持续我离婚 就是要为我的分迁财产 平分 这是不打算在一起过的意思吗 法院判了就是不离婚 他就来抄我的家 就是还有人来打我 我希望就是把那个家产 理清楚 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感觉好像对这段婚姻 都谈到离婚了 也是 担忧了我的心 我的数据就是 还我一个公道 我感觉到我这段婚姻 陷入了一个骗局 好像在分托 不管情感 财产 经济 所有的都骗完了 要把我一脚踢走 尽身出负 听明白了 所以今天来这儿 你是要还个公道的 对对对 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呢 你的态度是什么 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你用了一个字 骗 骗 李女士怎么看 我没骗她 她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骗我的 开始的时候就是 等一下 你是说她也骗了你 开始的时候 所以感觉好像 两位的婚姻里面 都有这个骗子 起诉法院 上门抄家 遭遇婚托 给还公道 夫妻俩嘴里 对婚姻的描述 可谓是高潮迭起 风波不断 而这一切 都要从五年前 两个人的相遇 开始说起 五年前 在外务工十多年的 何先生 决定结束漂泊 回湖南老家定居 离异的他 渴望一段感情 结束单身的状态 就是在这个时候 李女士出现了 结婚之前 是经过 她的闺蜜 很好的闺蜜 又是我的一个唐嫂 我从来不认识的 唐哥也从小 就帮到现成了 不是很亲的 跟她 就是很好 很好的关系 闺蜜 她刚开始跟我说 她一个女儿 她是结过婚的 对 结过婚 你呢 你当时是 李亦 我没有小孩 一开始我就跟她说了 在外面奔波 太累了 时间太长了 想在家里面定居 我说我结婚 最主要想要一个小孩 第二个在家里面定居 她告诉我 我有一个女儿 当初我也接受了 这理由可以打断吗 你等一下让她说完了 你再来说好吧 我的心里面的底线 我就是说 有一个女儿 我接受 然后最后搞得 差不多快要结婚了 她才告诉我 她还有一个儿子 她儿子15岁了 判个强妇的 就跟着强妇生活 她怎么告诉我 她那儿子 不想读了 要出去 她想叫我去劝她儿子 这样我才知道 她还有一个儿子 那个时候 你们已经交往多久了 应该是四个月 四个月 也就是这四个月当中 你是不知道 她有一个儿子的 等到你快要结婚 在第四个月左右的时候 她才透露出来 有个儿子 对 你当时知道 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超出了 你的心理底线的 你的底线是 对方有个女儿 你能接受吗 她女儿12岁 在外地读书 上私立学校 我提供一万块钱学费 放假了 就放到她年家 平常上学就在学校 她跟我说 读到初中 就让她毕业以后 就让她去打工 就在外面了 到你快结婚之前 你得知 她还有个儿子 这件事情 你今天说 这个点出来 是她骗了你 对 那既然你知道的话 为什么还选择了结婚 因为当初 已经有了感情了 第二个 当初她也是跟我说 她儿子 她完全不用负责 跟前夫两个 已经分了的 就一人负责演一个 也不会过来做 骗在哪里 前面一开始就告诉我 如果她有个儿子 两个人根本都不会见面 也不会继续交往 我没有骗她 我认识她 就是她妈妈陪着她 到她那个嫂子家里 先亲的 我们吃晚话和她嫂子 我们去爬山嘛 爬山的时候 她就说 如果和我结婚的话 首先就会对我好 她说她以前 没有找过女朋友 她说 前老婆 没小孩生 她说 她就嫌要个小孩 因为我说 我可以生个小孩 送我回家的时候 在我楼下 我跟她说的 说我有一个女儿 是残制的 因为没有头发 是不是出了车祸 还有个儿子 就是有15岁了 在我们宣城山中读书 我跟她说了的 之后呢 我说 我可以问你生个小孩 但是我们双方都要包容 理解双方 但是不能再离婚了 我就这样说的 要么结婚了 就不能离婚 因为我不喜欢再婚了 你是刚认识之处 就把你的这个情况 全部全部告诉她的 真的 包括有一个孩子 她刚刚说了 在她的心里有个底线 就是对方可以带个女儿 这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那既然她的底线是个女儿 那你有个儿子 她也接受了 她接受了 我跟她说的清清楚楚的 那个时候是刚交往 还是她说的 刚交往的时候 快结婚之前 没有没有 她说的是骗话 我刚交往 我就跟她说的清清楚楚的 她嫂子就没有说 她嫂子没有跟 跟他们说我的事 但是我跟她 交得清楚的 当时何先生的态度 是没有问题的 她只要你能生小孩 第二天我还带她 买了水果 去我儿子学校 请我儿子出来吃饭 为了这个事 我儿子的爸爸 还骂了我 何先生 这个事情有吗 这个事发生很久很久以后 就是她儿子要休学了 我们结婚 差不多结婚了 的前一个月 不是说刚开始 你不要把这个时间颠倒了 在何先生看来 妻子像是玩了一场文字游戏 在骗取她的感情 她没有说只有一个女儿 她就说我有一个女儿 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结婚之前 她就已经得知 李女士的个人状况 一儿一女 显然不符合她的择偶要求 她大可以及时叫停 这段感情 可让人意外的是 她选择的是继续 何先生说 当初为什么要继续这段感情 说来话长 和当初妻子的一个承诺 紧密相关 结婚之前 她跟我说 她很温柔善良 她跑过去跟我爸我妈说 叔叔阿姨 你让我跟她结婚 结了婚以后 我会跳进你们两位 也会听我的话 我说往东走 她就跟着我往东 我说往西发展 她就跟着我往西 然后结了婚以后 她就不承认了 她说 这是有前提条件 必须是你全部听我的以后 我才可以听你的 所以这在你看来 这算什么呢 骗 因为当初我跟她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也是这样劝我的 她里找一个条件很好很好的 还不如找一个对理好的 因为我当初回去的时候 我先亲的有好几个 不是她一个 听明白了 所以你选择了一个 看似一般 但是能够完全听你的 对 因为我离婚 四年了我都没结婚 我就觉得很温惜 一个妈妈陪儿子来先亲 我感觉她特别 特别感动 说出心里话 开始的时候我也测试过她 本来我也不同意的 你知道她妈妈打电话 给我那个朋友 她就说叫我 她说她儿子很老实 很本分的 叫我追 主动追她一下 她说两个人把这个分事 搬下来就很好了 她说如果你们结婚的话 我也会搬你们的 她就是说了这些话 之后我那个姐妹 要我要求去她家里 去她租房子的家里 去了解她一下 之后我就天天就是 去她那个租房子的家里 去买早餐给她吃 就是这样 她跟我说 回来一年多 没有找工作 但是她每个月 都有一万块钱的收入 就是告诉我们 她是做什么的 她没有做什么 就是炒股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 炒股是什么东西 我就以为就是有收入 反正我也有收入 她也有收入 我就跟她说过 我的脾气有一点 有点直爽 有什么说什么的 好像没有经过大脑的 就是直来直往的 那种人就是这样 所以在交往的过程 当中实际上是你追的她 我那个姐妹就是说 叫我主动去她家里 我就直接去了 何先生有追过你吗 或者说是她有表现 她也表现过 我和她交往的时候 她还有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是卖房子的 没有结过分的 比我大一岁 她就不选择她 就选择我 她就看着我有技术 有房子 还有女儿 就是她就选择了我 我也给她考虑了时间 她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要和我同居 我不同日 我说如果同居的话 我就 我说我不同日的 我说我要结婚的 你刚刚说她看出了 你有房子 有技术 对了 这个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呢 她不是自己也有收入吗 我也不知道她 你感觉 她其实没有收入 后来的时候都没有收入 你后面你感觉 这个 这段婚姻或者说 就是人家骗我了嘛 就是她说有收入嘛 其实都没有 最后是靠着你嘛 生活是 对了 四年多没做事 19年10月1号才出去上班的 还是我送她出去上班的 何先生 她是无边乱造的 十字法里面只有八字是真的 剩下一句 就断章取义 我是还有个先亲对象 那个先亲对象比她小一岁 没有生过小孩 各方面条件都要比她好 因为她跟我爸妈保证了 一天天都在追我 我就觉得当初有一个女人 对我这么好 你知道刚刚李女士说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 你妈妈跟她打了电话 让她表现得主动一些 说你比较本分 你知道这个过程吗 我不知道 你相信吗 我相信 我相信我妈妈会这样做 她说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经济的问题 她认为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认为你是有收入的 后面她是说你整个 你是看上了她的技术 看上她有房子 生活比较牢靠 包括我自治的 以前的买房子的成款 40多万 这些钱你全部用到哪去了 后来 后面亏了 接近30万 就是房子没有买成 那个40万跟你用于这个家庭 没有关系 对吧 没有用于这个家庭开支 后面 但剩下的10多万 全部是用于家庭开支 她拿10万块 花到我这里 这10万块在这里 她借给人家了 她在这4年当中 她虽然上了那么多次班 最多几天就被炒了 卖那个服装 卖了两个月 有时候卖10块钱这天 我值得要命 你知道吧 保生活都保不到 现在还有一大堆货在那里 何先生的意思是 他一直在工作 他的钱也可以足够支撑这个家 没有 可能连我减要的钱都不够 婚姻生活多了柴米油盐的琐碎 少了恋爱期的那份甜蜜与包容 工作收入 家庭支出 更多的现实问题浮出了水面 摆在了婚姻的天平上 他们也在不断地衡量 各自的付出与回报 而伴随着买车事件的发生 何先生说 他更是坐实了 妻子欺骗的事实 刚结婚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过 我要买一辆车 在家里面买车不方便 他不同意 到18年 他跟我说 要买一辆车 我可以 我本身就想买车 他没钱 我本身我是想买个二手车 因为我弟他本身是坐二手车的 我叫我弟帮我看好了 他不同意 他要买新车 我准备的是二手车的钱 只有三万多 然后我又找我妹 去借了五万块钱 就八万多块钱 到我们室里面看了一辆 也是八万多的车 但是那车没来 过几天才能提回来 他告诉我 那车回来了 叫我把钱给他 他去提车 提车的时候 名字写我的 我就把钱全部给他了 车一提回来 还没到家 他就直接把车开到银行去贷款 你车不是全款付的钱吗 我是全款付的 然后他把车提回来去贷款 他是去抵押贷款是吗 对对对 这个不叫车贷 是抵押贷款对吗 对对对 带了六万多 搞好贷款以后 他才打电话告诉我 他说名字写的是他的 搞好了贷款 抵押贷款 那我心里面很不开心 你跟我提前说一下 你说写你的名字 我恶化不说 我费给你 但是你搞好搞好以后 你才打电话告诉我 我就觉得是骗了 他要骗你什么 你觉得那一下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他不懂 他只有车车还没读完 他以为名字写了他的 这车就是他的了 他是想独占 对 他拿去贷款 贷出来这个钱又干什么 借了我妹五万 他是把这个钱还掉了是吗 对还掉 剩下的还有 他身上还有一万多 那问题是把这个钱还掉了以后 银行的贷款还是要还的呀 那这些钱谁还 他还的 你们出的部分就是三万块钱 三万三 对吧 因为那些钱他还掉了以后 车的贷款 就是银行那些贷款 还是李女士还的 对 李女士 这个车他借了他妹妹的钱 你把车买回来以后 又去银行把这个车抵押 然后又把那个钱还给妹妹 那你直接去车贷好了 他看这么多那个车 我就去市里面交了五千块钱的押金 那个卖车那个人 他说你可以贷款车贷 就是历史比较高一点嘛 有银行朋友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先把那个钱借 全部付清到我们银行来贷 就比较有分一点 这我就听我说 如果贷款的话呢 他说要流水站的什么的 都要全部还要房子抵押的 就是这样 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我老公没有房子 又没有那个流水站 我说能不能 他就说最好写你的翻遍一点 免得麻烦 他就这样说的 之后我就 我之前我打过电话 跟他说过这个事 他就不否认 说我骗他 我没有骗过他 为什么在何先生这里 他会否认你 事先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情 要告诉我们 你要独霸这个车子呢 他现在就想分家产呗 你跟我说了 我肯定我不会同意 我们都没急着要我房墙 谁说的 他都要买房子那时候 要流水 我都有办法去打流水 你那时候都没有上班好不好 但是最后这个款 也是他去还的呀 是他去还的 但是这个车 我就完完全全没有权利了 我不能用 他用他的话说 这个车是他的 写着他的名字 是他的 我没有权利开 你有经常说这样的话 这个车是我买的 没有说错的 是他 是他口里的 在何先生看来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其中必有猫腻 妻子无非就是要把家当 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反观何女士 她心里也在盘算 经济上 丈夫是靠不住的 她也要守住 心底的安全红线 夫妻俩经济的嫌隙越拉越大 而随着一笔意外财产的降临 他们的夫妻关系 被彻底推到了崩盘的边缘 我跟他是16年结婚的 他告诉我 他身上没有一份钱 17年突然间 他跟一个房地产老板 两个打起来了 原来他借给 那个房地产老板 40万 老板就跟他说 我已经房不上了 但是我可以 抵两套房子给你 用两套房子 来抵这个40万的借款 对 40万里面 有30万是别人的 实际上李女士 只占了10万块钱 对 那几个债主 来天天来憋债 我看着我是不是很难受 我就劝他要下来 房钱这些 我们再想办法 结果是 抵了两套房子 就是两套房子 抵了这40万 对吧 对 这两套房子 有什么问题 三个债主 要每天来憋债 憋债没钱 你是否 是要卖一套出去 对 到处找人 找不到了 没办法了 我才把我弟 逼着我弟 把这套房子 要下来 20万给的 这个是你弟弟不情愿 是你逼着弟弟干的事 我逼着我弟弟干的 我说 我跟你嫂子 刚结婚 我刚回来 现在别人都来逼债 你怎么你都要帮我 你是为了帮李女士 还这个债 对 逼着弟弟 买了一套房子走 对 这也不存在 他骗你啊 这都是你愿意的呀 然后这个钱还不够 他跟我妈说 他可以放钱出去 就是 叫我妈把那个钱 全部放他这里 就是他帮我妈放出去 就给利息嘛 我妈就给了他13万 给了他13万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他给了我妈 利息2000块钱 第二个月就没有了 但是实质上 他拿这13万 反了别人的 这个事情 他问你妈妈 借这13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同意了吗 我同意 因为我妈妈 给的时候 也写了借条的 后面你怎么发现 她把这13万 拿去还债了 那13万你有问清楚吗 到底是用到哪去了 最后这13万 他有没有还给妈妈 有没有付利息 一直都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还 现在也没有 他已经用不掉了 那你怎么看 李女士这个做法 骗 不仅骗了你 还骗了你妈妈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自制房子 装修了 也要钱了 等于是另外一套房子 就你们自己住了 对 我股票里面钱 但是我没转出来 我那个卡交给他了 第一笔是3万块钱 还是5万块钱 5万块 是从你那个卡上 转出来 转出来 他转的 他转的 我去取钱的时候 我才发现 怎么一分钱都没了 这个钱用到哪去了 问清楚了吗 那3 5万 装修 装修 是装修你们自己的房子 对 你担心的是什么 会认为他是骗 他现在一直都说 那房子只是他一个人的 我没有份 现在我来帮你们算 我抵了两套房子 就这两套房子 个人财产 因为这借出去的钱之后 肯定是我来还了 是不是 那其中有一套 已经卖给弟弟了 那个他弟弟了 那个他弟弟有8万块钱 是从他妈妈借给我的 那13万块钱 扣出8万 那妈妈借给你的13万 你不是帮妈妈去放利息的吗 不是签了合同的吗 没有 开始是这样的 是他妈妈就是3月 3月之前是借给我的 我这个房子是之后抵的 妈妈主动给的吗 主动给的 拿到我家里来的 怎么说的呀 好好的给你13万 干嘛 他就因为知道 他开始的时候不是 我那个朋友的妈妈跟他说 说我是放贷的 又有房子又开店子 就是这样他就 我都不明白他有多少钱 他突然就拿13万给我 要我帮他放出去 之后我说我不放 我现在压力太大了 后来就是我卖房子给他 弟弟的时候 之后他就说 他妈妈主动来找我 说叫我扣8万块钱扣他 扣到他弟弟那个买房子上面 剩下的5万块钱就给我们 就送给我们 就是这样 听明白了 这13万等于最后全部分掉了 8万给了弟弟 5万给了你们 对了 那这个整个过程的话 何先生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 就是我和他妈妈 还有他弟弟就知道 李女士说 母亲给的这13万 全部分给了兄弟俩 弟弟的8万用来买房 剩余的5万用来补贴 他们小家庭的家用 这并无争议 更不存在自己侵占 婆婆的钱款一说 听到妻子这么认定 何先生不乐意了 在他看来 这5万块 不是妻子说的那么简单 我钱先量 当我拿了5万块钱 给我妈用 5万 肯定是我妈 觉得是帮我收藏的 就给了我5万 就是我前面给她的那5万 因为我房子要装修 可能她是这样想 在何先生看来 母亲的这5万元 和房屋的装修款 无疑都是她真金白银的付出 现在有了矛盾 妻子就翻脸不认 她无法接受 她主张 在现有的住房上 应该有她的全属 夫妻俩的这笔经济账 复杂且纠葛 应该怎么看待呢 观察员席上 律师中正拿起了话筒 你们厂商这本账 我们看两条线 这两套房子 证据脉络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各自物权名下占有 小叔子已经签了 购房合同的那套房产 就属于小叔子了 这个就别增了 那么另外一套房子 还登记在女方名下 没有增加男方名字 这套房子 就是女方的婚前财产 个人财产 虽然后面取得 这个购房合同 就是这个全属证明 她这个全属证明 只是婚前的钱款 在婚后进行的一个流转 第二点 讲事实部分 男方说 我的钱被你拿走了 六万也好 八万也好 几万也好 你的钱被她拿走了 如果到了法院 谁主张谁举证 你能拿出多少凭证 证明你把钱给她 那么这部分钱 如果你要分割的话 女方现在提出抗辩 说这个钱都花掉了 非常需要 那么你进一步 可能提出 你说话就花掉了 我账目不清 当时钱都是你管的 你要把银行流水打出来 这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证据线索 你只说一句 请法院调查 我提供她的身份证 法院估计很难 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民事诉讼法说 谁主张谁举证 你要主张 还有余额要分割 你拿证据 最少你拿证据线索来 你告诉我 这个女的 哪个银行 哪开户啊 大概多少钱 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妈妈的那部分 十三万的问题 无论你们的母亲 婆婆给这十三万 到底后面你们怎么争论 但这个钱是给了她 至于女方说 这十万块钱 是给了谁还债 还是说给了 多少钱给丈夫账上 这个由女方来举证 这妈妈是把钱给了她 她也承认 至于你儿媳妇 把这个钱怎么支配 那是你的事情 那么这不付钱的定性 性质是属于什么钱 是赠予还是债务 我们把这个性质搞清楚 过去的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 和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七条 以及现在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 对这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现在民法典 婚姻家里面对于 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 一般认定为共同赠予 除非自己声明 给自己子女一方赠予 但是 我必须说个但是 这只是法律规定 现实生活中 北京高院 西安中院 等多个法院 对于父母为子女购房 出资的定性 他们没有去脱离 民法典 婚姻家事片 这个认定共同赠予的框架 但是在举证上 对于主张赠予的一方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比如说 女方在法庭上说 这个钱是我婆婆送给我们 男方说不是 那么法院就要求 主张赠予的一方 你拿证据来 你说婆婆送给你们的 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书面 有没有书面赠予协议 如果你主张不能 那么法院就可能 认定为债务 就是谁主张赠予 你提出证据 如果你不能提出 赠予的证据 那么我们就更倾向 认定为共同债务 今天场上的嘉宾 你可以主张这个钱是债务 我要求 或者我妈妈要求 这个钱来还 要我们俩还 要我们俩来偿还 那么最少 你女方要对半承担 一半 还六万五 我还一半 对不对 这是关于这个 父母的钱港问题 房子车子存款 从我的看法来说 房子是女方婚前 个人产产 你的主张分割 可能得不到支持 车子主张共同产产 可以得到支持 你要主张存款分割 你要举证 女方的开户房 证据线索提供 然后进行分割 在律师中正看来 夫妻俩的经济上 在表述上虽然复杂 但法理分析上 却简单明了 反倒是 从情感这个角度看 两个人的纠葛 却难以釐清 在详细分析完 法律点之后 律师中正继续发言 他想对夫妻俩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 表达一些看法 因为你们双方上场来 都说对方欺骗了 尤其是男方 一再说被骗了 女方也感觉欲论不淑 我注意到男方说 当初的源头 结婚 谈恋爱的源头 你是觉得 他对你很热心 早上过来做早饭 对你追得很主动 很热情 然后女方说是说 当时看见男方的妈妈 带她一起来 觉得很温馨 自己独生四年 感觉到这母子很温馨 有一种家的感觉 唯独你们在说源头的时候 就没听到一句 说当时我看她眼睛一亮 满心欢喜 而且男方还说了 当时我跟她交往之前 还谈了一个女朋友 条件比她还好 我还是选择了她 你可能欺骗自己的 就是在于 我可能未必那么满心欢喜她 但是她的部分条件 她的愿意给我 再生个孩子的承诺 她自己有房子的 一些物质条件 是符合我再婚 最安全 最快捷的基本需求的 男方说 我被骗了 孩子是没跟我讲 快领证的 跟我想还一个儿子 后面买车子 又不跟我说 跑去贷款 你是希望跟她 在一起 就像原生家庭一样的 全心全意的 就是我把钱给你 我帮你当揭发妻子 你要对我全心全意 但是你的心理诉求贵诉求 善良冤枉贵善良冤枉 但她毕竟是一个离过婚 还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不是圣人 她只是凡人 她可能有一些小动作 小心眼 你一旦发现之后 你就会非常的愤怒 甚至厌烦 如果她没有离婚 没有两个孩子 跟你一样 可能你这个诉求 更容易实现 你自己欺骗自己 你觉得她对你好 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但是这里面 她毕竟是一个再婚的人 她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离过婚受过伤害 她天然地去保护自己 保护孩子 保护自己婚前财产的私心 这个私心和道德无关 人人都有 我们不能因为说 你跟我结婚了 你婚前财产 必须全部拿出来 跟我们一起充公 那不叫圣人 那叫道德绑架 那么女方 你在跟她男方相处的时候 你是有私心的 不管你怎么辩解 我相信你是有私心的 因为你是个凡人 这个私心 我前面讲了和道德无关 我们认可这个私心 认可这个人性 但是你的一些做法 让男方非常不舒服 我先问 李女士一个小问题 五年了 回忆一下 何先生最打动你的 让你最接近 感觉他是爱你的一次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用一句话告诉我 好像都没有 讲不起来至少 是吗 好了 我说实话 跟我预测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看到了 女生对男生的爱 但是我没有看到 先生对你的 或者对女生的爱 我们经常说 谈钱伤感情 说实话 你们没多少钱 揪来揪去 三万两万五万 最大的一笔 还是妈妈给的 这个十三万 我觉得就算大钱了 没多少钱 但是我们在这儿 谈钱伤着感情 一个人最痛的伤 是不值 就比如说 我对你的好 我受不到回报 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不值得 感情容不得一丝假 在律师中正看来 回望初心 吸引两个人走到一起 衡量的不应该是 客观条件的匹配 而是源于情感的 怦然心动 老师们的话 像一记重拳 打醒了场上的李女士 因为在李女士看来 走进何先生的情感世界 她是一片真情 一切的感变 都在丈夫何先生身上 在那个时候 因为房子 因为经济 你们有这些事了 都没有那过 你们都 你也没想过不跟他过 没有 从来没想过 李女士说 和何先生结婚五年来 她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 也一直努力想达成 丈夫生孩子的愿望 可事情却朝着 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我就发现它不对了 对我很冷淡 在明天的节目中 夫妻二人的情感 波澜起伏 风起云涌 我最怕离分 说出心里话 第二天我就 我就问 问他前妻 他出轨了 我怎么办 他是浮边乱造的 你跟对方的那个截屏 聊天记录也是假的吗 两人的表述 令人瞠目结舌 大跌眼镜 这个孩子我不确定 是不是我的 他报道 可是越问我的吗 经济的纷争 情感的纠葛 夫妻俩迷茫的婚姻制度 还有没有挽留的希望 真的是你们自己 欺骗了自己 影响你们家的 最大风险 真的不是来自阴谋 明天的金牌调解 谁才是婚姻的骗子 调解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